我看她好像我这个 我也是上去的 陈坤挤队黄模 Andra被被喊傻 Andra的贝贝 Party女星无风起浪 将近花苗造型 争烟谈才一年 没有说盘子 盘子 各位好 欢迎来到 由玻璃剧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篇 我是蜗牛 大家好 我是小泽新泽源 是的 大家在来看我们 请问同时呢 记得要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 那就是摇电视 摇电视 摇电视 这种事情就先进去出来 那么我们本周的为大家准备礼物 就是由这个陈柏林 马天宇和杨子山主演的新片 万万没想到的全国兑换码 同时呢 我们乐翻篇 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 吃喝玩乐的电子兑换圈 暖暖的冬日来继续温暖大家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 去看一下明星们之间 让他们脸红心跳的事情 看一下 明星让人脸红心跳的亲密戏 廖帆大赞宋佳私下更性感咯 新人导演许好风 协主演廖帆 宋佳等一众主胜 其实上海为电影师父的 发布会站台宣称 曾经在戏中 幻影过夫妻的廖帆和宋佳 时隔八年 在电影师父中再续前缘 着实让一众围观小伙伴 期待满满 只是那时隔八年再度写手就突破尺度 演绎无戒位的激情戏 难道不尴尬吗 对于工作的态度 其实来到了 没有任何的 但是你感到的 不少影响 不愧是柏林影帝和经纪影后呀 这经验的精神与专业素养 还真是让小编哭得不佩服呢 而当天呢 和媒体聊得开心的廖帆 也不小心惨露新生 大赞生活中的宋佳更性感咯 我的照片都是在自然散发过来 我没有看到 对人家的安全都没有意识到 那就是人而然的 小编那年 由内而外的性感 哇 才是真的性感啊 明星让人脸红心跳的亲密戏 文宏全翔母子当演出情语感 近日呢 文宏乐吉亚同情节 一同现身上海 出现某品牌的宣传活动 之前呢 网红方圆因郭富城的一张牵手照 成功竞争 天王嫂的事件 引发了一众网友对网红的质疑与吐槽 不让对于现如今网红成了 游乐圈男神收割机的现象 乐吉儿怎么看呢 没有做了 这常在娱乐圈飘 除了靠运气 更多的还得靠自己 小小当天一起出席活动的 辣妈文宏 虽然以为人母 有这容貌 还有这身材 逼近年纪的妹子们 可是毫不逊色呢 不仅如此呢 在与陈祥搭档出演母子时 欧红更是少女心爆棚呢 我们这几天对戏下来 我怎么有一点像 恋人的感觉 我觉得我为什么出身 有点早呀 六八天总结报答 哇 看到这个亲密戏 我想的不单是观众爱看 就算是一个男女演员 搭档起来的话呢 应该是很浪漫 乐在其中的那种感觉吧 但是未必 很多这个女明星 拍本戏的时候 这个特殊的癖好 也是让人受不了 比方说 我知道就是要清洁这个口腔啊 就是保持清新的状态 要刷牙或者是口喷之类的吧 你说的是正常的 比如说这个李小冉 你知道吗 她在拍本戏的时候 特别喜欢宝餐一顿 而且最喜欢的一道菜 就是这个韭菜馅的馄饨 你们这太夸张吧 你看宝餐就打个嗝 那个味道 大人受不了啊 不仅如此 安以轩你知道吗 安以轩最喜欢的 就是在拍吻戏的时候喝酒 如果喝酒 拍吻戏的时候 在如果在脏气的话 啤酒 那个味道之大 所以我说这些女明星啊 你们还是对男明星好一点吧 你们这样做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 就算是再专业的男演员 估计被你们这样子也会气成内伤的 明星耍宝笑出内伤 周润发指护春春为表弟 昨天由春发 刘德华 张家辉 丽春等大腕饰演的 喝碎喜剧 澳门风云三 在北京举行 媒体见面会 这次的澳门风云三呢 将是电影 澳门系列的终极片 所以呢 影片里不但有刀仔 刘德华的怀力回归 更有春春 林玉春的全新炸萌 期待结束瞬间爆表 最后呢 春春饰演曾本发哥的表妹 很以为能得到大哥的呵护 没想到却是分分钟 要被发哥玩坏的节奏 我看他好像我的表弟 我像我的表弟 你看这个头发 你看这个圆 你像 我像 你像我这个 此刻春春的心理阴影面积 简直无把测量 而如果说春春 承包了全场发布会的草点 那么华仔 就是全场发布会的最大获益者 因为他不但把自己的爱 赤裸裸地传递给了偶像周润发 更收获了偶像的爱 你想我吗 我想 你爱我吗 你真的爱我 我 那就是第一个 真的爱 真的爱 小冰练平 发哥要不能停呀 明星耍宝笑出内伤 陈坤挤对黄柏 baby被喊傻 昨天 电影《鬼吹灯之巡龙爵》 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导演沃尔扇写 主创陈坤 黄柏 夏宇 以及Angela Baby 悉数亮相 《鬼吹灯之巡龙爵》 虽未公映 但已提前看完 点音的观众 都纷纷表示 玩爆露川指导的 《鬼吹灯》同系列电影 一部电影 两个影帝 怪不得连坤哥 都说要好好地学习了 看陈坤呢 在两影帝面前 装嫩卖乖 黄柏可就安踏不住 要开枪了 不但回敬陈坤 一个叔叔称谓 还顺带称呼起了 Angela Baby Wishar 跟黄柏耍嘴鼻 逗乐了整场观众 而从影十年的伯哥 还真是越来越有 逆生长之势头 前不久呢 微博晒出雪地 玩耍的照片 还真是满满的少年感啊 对此呢 这位少男大叔 是这么回应的 其实没有 长相一直没有变 其实这次 郭主要很负责 像他刚才说的动物 那我可能就 不责 原直 小明点名 微博跟逆天的自信 点赞咯 的本身可以报道 而且最近王纳璐 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因为我看到张照片 是跟一个女生的 一个亲密合照 哇线上旁人的感觉 是真的假的呀 不是 这是假的 他们俩其实只是路人关系 路人关系 路人也可以拍出 这么亲密的照片 你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呀 我跟你讲 这个是像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有一次在便利店 这个女生 仅仅只有19岁 她的证件掉了一地 我的证件怎么找不到 谁来帮帮我 我的证件在哪里呢 帮帮我 就这个时候呢 王大陆出现了 他深深地捡起了这个证件 我的这个女生就说 大陆 有证件吗 是的 你完全是我的小幸运 大陆谢谢你 我们能不能拍张合照 这个照片就是这样诞生 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样说来的话 这个女生会不会太有心计点 故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跟王大陆搭讪呢 但我觉得观众 这个女生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她懂得把自己 这个推到话题的中心 变成风口浪尖上的这个中心人物 华丽女生无风起浪 张旭华苗造型 睁艳 韩采英 日前 重生至名流巨星 在上海照台新闻发布会 主任马可 张新宇 韩采英 徐海乔等人协许亮相 沙姐姐马可 与轩元朗 徐海乔 此次二度写手合作 化身成了明星 与经纪人 在发布会现场 这位大经纪人徐海乔 就在掰手腕中 暗暗放水马可 咱沙姐姐 还真是男女同志 魅力难党哦 风大经纪人 有放水的人 对 其实我不太想放水 放得太明显 但好像还是被大家看出来了 而作为该剧的两位女主演 韩采英 张新宇 在造型上 也是冒足了吉尔伯眼球 韩采英身穿白色脱地长裙 气质温婉迷人 可是另一边的张新宇 这身鲜红色高耸肩服装 搭配黑色鸟窝头的造型 小明我也是万万看不懂 我想先问一下 你这个角色 就是这个角色 有没有一个定义 定义的话 就是另类的 我给你一个字 叫《罗鬼中的天使》 不知是否因为 这位耿直主持人的 金币点评 触动了张新的时尚细胞 转身就下台 换上了一身 改良版花布 大衣再度亮相 若我说张新宇 你这是和大花袄 杠上的节奏吗 没有说杠上 这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 被传递出来的一种文化 而且以后可能都会 无常心 在嘎纳红肩上 有勇气 穿绿地红花 大米袄的张新宇 现在的心态 也是越来越好 不仅能自嘲 还能继续放大招 将大花袄穿到底 过那次刚刚那时 有为大家稍稍吐槽吗 也会在意 没有稍稍吐槽 是各种吐槽 会在意槽 我觉得不叫在意啦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在经过时间以后 大家还是会看到它的美 小编念名 这心态可真是棒棒的呀 发行旅行 无缝起浪 刘文幸福寒羞 必谈催水源 昨天大表姐刘文 现身上海出席活动 身为国际潮谋的刘文 一身红色针丝裙装 亮相惊艳全场 再加上那清新可人的笑容 真是让人觉得 时尚又亲切呀 不仅如此 大表姐刘文 在圈内人缘也是甚好 就连世界小姐张子玲 也是我们大表姐的 归中密友呢 最近张子玲 已在微博自爆怀孕消息 不知刘文 有没有做好 当孩子干妈的准备呢 我觉得应该 预计做她干妈人 特别多吧 然后 这个我应该 18号的时候都问她 看到自己的闺蜜 不但拥有了甜蜜的爱情 如今正是喜获了爱情的结晶 而今年上半年 因为与崔徐元一同参加 某恋爱吃人秀 十六组合 一度成为万千单身男女们的 理想恋爱范本 不知道我们的大表姐啥时候 会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好消息呢 我觉得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顺其自然的 然后只要合适的时候 当然会有希望这样的机会 或者是 怎么说这样的 这样美好的事情 最后好像就会跟大家 呃会 小编电瓶 期待你的好消息咯 乐园综合报道 最近这两天的广州菊花展上 出现的菊花版的葫芦娃的造型 已经引来了大家的吐槽 是的 我想呢 这个葫芦娃爷爷看到 这样的奇葩的葫芦娃兄弟的造型的话 估计他会啊的一声 晕过去吧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 最近呢 听说这个真人版的葫芦娃要开拍了 真的假的 我觉得一定要拍真人版 太期待了这件事情 就连这个蛇精的人选 我都已经想好了 谁 范冰冰啊 你看看 冰冰姐 那个脸型 那个声度 还有那个霸气的气场 哎呦 葫芦娃看 我怎么收拾你 挺不错的 照你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葫芦兄弟的领选 我也已经想好了 谁谁谁 你看这比如说像包贝尔啊 然后王古兰啊 同时还有这个王导强 我都非常适合 哎呦 这样的组合搭配在一起也不错 说不定又很好火花 是的 所以导演可以考虑看看 合不合适 要还是不要呢 您现在还是单身的请举手 哎哎哎 这貌似有哪里不对劲呢 没错了 人家是要求单身的举手 诚哥你怎么也来做热闹呢 虽然在今年年初 你已经正式宣布与前期许静离婚 但现如今不是和张子轩正在热恋中 前不久还传出要令结婚证了 怎么才一眨眼 就把恋情撇得一干二净 成了单身一族 哎呦 在看到这里呢 一众围观的小伙伴忍不住 开启了吐槽模式 大呼陈赫太扎 祖团九张子轩心里因你面积 更有不少的网友留言称 离开陈赫的许静 才是真正的人生大赢家 小编翻了翻 许静的微博 离开陈赫这一年里啊 他独自走过了大半个地球 竟然呢 在微博晒出一组 在帕牢潜水的内装 更是惊艳众人 女儿这身材曼妙 简直性感的不要不要的 周年曾经 和陈赫一同出演过 爱情公寓的随影中 都忍不住点赞 直呼太美咯 相比许静生活的精彩 陈赫过得却略显落魄 出轨丑闻曝光之后 陈赫虽然陆续有新作品推出 却并未得到很高的反响 即使依然坚挺地在跑男的固定队伍 擦开了脚丫 刷剑卖萌 毫无提出之意 但新的小编发现了 作为团队里最弱的队员 陈赫在节目中露脸的镜头 似乎是越来越少 常常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空白队 最后投票出局的结果 这个人是 陈赫 影视作品不温不火 综艺节目愤额遭删 现如今陈赫又因 没头没脑举手承认单身 再次坐持了渣男身份 在乔乔道具旅行 砸脱生活的雪静 小编只想送 陈赤赤同学一句话 不坐子就不会死 有些明星夫妻和其多 甜蜜恩爱的友知 撕破脸皮分道扬镳的友知 但离婚后 能越活越精彩的却 少之又少 雪静算一个张博之也算一个 作为娱乐圈最出名的明星夫妻 张博之和谢霆锋 从恋爱结婚直到离婚 每个阶段都是轰轰烈烈 妥妥占据大版面的头条新闻 2011年 张博之和谢霆锋正式协议离婚 张博之带着两个孩子离开谢家 刚离婚那会儿 张博之不仅事业一落千丈 更常常遭受恶意重伤 简直成为人生输家的另一个代名词 但为了两个儿子 她选择坚强面对 女后的张博之 为了两个孩子全面付出 她一感早前的低调作风 开始频频出席商业活动及代言 接下各种电影片约 积极参加访谈和娱乐节目 习近能力可见一斑 摆脱了曾经笼罩在头顶的乌云 现如今的张博之乐观开朗 依旧女神范十足 不仅将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 更是不忘在工作之余 享受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悠闲时光 那接下来有什么工作的计划吗 其实很多 离婚是结束也是开始 2010年 加入豪门的贾静雯 正式与前夫孙志豪 签署离婚协议 之后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远赴美国与前夫打官司 争夺对女儿无同妹的牵护权 而经历了与前夫的离婚们 和争女们之后 贾静雯的事业与形象 也遭受到不少的打击 为了照顾女儿 贾静雯更积极地投入工作当中 同时她的感情生活 也始终是外界瞩目的焦点 今年十月 贾静雯与修杰凯被行人目击 带着无同妹一家三口 在公园散步 勾肩懒腰 而男方似乎已经成功 收复无同妹的心 女人情同妇女 表现得相当亲密 我跟所有的小孩相处都非常好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很喜欢小孩 男朋友与女儿能够融洽相处 虽然是让贾静雯心欢乐棒 虽然相差八岁 但这段姐弟恋 还真是让咱们的静雯姐 有种重返二十岁的感觉呢 她已经很特别了 她已经很特别了 谢谢 好了不要再问了 我耳朵也扭 想要像贾静雯幸福的小女人模样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爱对了人 情人节每天都过呢 而现在呢 假如文女修建凯 已经修成了爱的正果 更有了爱的结晶 对这段年纪相差 颇多的姐弟恋来说 真是太不容易了 三层的小缘 要祝小夫妻俩 幸福美满 让那些不靠谱的前任后悔去吧 乐观点组约报道 欢迎各位在广澳中呢 继续回到由玻璃区 独家观影播出的娱乐乐版篇 我是温牛 大家好 我是小子 周周园 最近发现一组照片 就是关于我们曾经的男生 李敏昊先他不见了 去哪里了 他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胖子 最近现身机场的照片被发现 这个真的是跟原先 完全的颠覆了三观啊 所以 真的觉得就是说 一胖腿合有 我在想你说李敏昊 是不是为了 这个过冬 想腿一点脂肪呢 我觉得吧 我觉得李敏昊 现在应该是在犯罪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因为书琪说过 胖就是种犯罪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的话 那我是不是无期的呢 好恐怖耶 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希望李敏昊赶紧 变回男神的形象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来来看一组 关于韩国其他明星的新闻 一起去看一下 孙孟韩龙雷席 李敏显身与粉丝蒙饭互动 上周末 韩国男团M-Blain 前程员李准 与韩国人旧相宣国 分别于前后两天 现身上海出席同一活动 这样有着 绵狐狸笑颜的李准 不但现场唱起了歌 不破粉丝的心 更在现场与女粉丝们 亲密互动 现场交绝诱惑舞蹈 并且 还与粉丝做出 新型手势合照 使得现场气氛 空前火爆 李准做一名典型的 唱而优则演的韩国虎像 今期正在韩国拍摄 动作电影 吸血鬼侦探 只是呢 今年来越来越多的韩星 到中国发展 在这样的大趋势上 李准自己 又有什么想法呢 随目韩流来袭 轩国称汤为不是 自己理想型 相比于李准 与粉丝大腕精力互动 这边轩国也是 毫不逊色 一身来自大一线线的轩国 一出场就用流利的中文 向现场的粉丝们 打起了招呼 不同于韩国其他演技偶像 轩国没有一米八的大长腿 与花美男的脸庞 但轩国凭借着自己的 精湛演技与扎实唱功 在演艺道路上 与歌唱戏上 那都是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呢 对来中国发展医生 轩国也是越越越试乃 对想做到一个 就是演技能 看来汤为果真是 与韩国的缘分危险 不知一架座人夫的汤为 是否是轩国的理想型呢 非常美丽 但非常感谢 六百天增加报道 还各位来到玻璃区 娱乐显明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呢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评 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黄渤和舒奇 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玻璃区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阿令的 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 好的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 娱乐显明镜的问题 问题就是呢 正在掰手 而这两个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 赶快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 回答正确的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区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无意亲笔签名的 最新的专辑了 是的 今天节目 就像是 我们的大礼